大家都在房间里 为什么只有我中了毒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把面罩摘了 快戴上 是真的 王爷 怎么 怎么身 长大哥 王爷呢 什么事 快说 皇上要来王府探病 什么 快去医馆 把王爷找回来 是笔香草 苏大人 您找我 这是公主平日利用的吗 公主屋内的东西是来经哄新制的 不是的 因为此次处使大量时间比较久 公主就让我们带了几件用惯了的物品 屋子里原先的东西全被清走了 可这枕头怎么是新的 公主刚来的那几日睡不好 听说这个枕头能够安神助眠 所以便替换尿了 听谁说的 是公主自己提起来的 她说 碧香草可以养神 便让我去药店 买来放在枕头里 后来那几日 公主确实睡得不错 公主懂药理吗 她怎么知道碧香草可以安眠呀 好像是 听琴师淋雨提起来的 公主便记下了 琴师 那这把松木琴 也是礼羽亲自打造的 是的 公主之前 一直用礼羽的那把琴练着 但是一直用不顺手 所以礼羽就专门给公主治理把松木琴 公主房内 还有什么东西是新制的 没有了 药枕是礼羽建议换的 这木琴 也是礼羽打造的 难道这个礼羽有问题 礼羽不是一直跟着公主吗 她是在公主决定来大梁之前 毛遂自荐要去做公主的琴师的 那她现在在哪儿 我带你们去 如双 你照顾公主 我们走 好 王爷 飞鱼来报 说皇上要去齐王府谈兵